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全人类都要经历的事 当然在灵上 这种口渴的很大一部分原因 是因为没有听到从上帝而来的真理话语 所以上帝赐予了人类怎样的解决方法呢 寻求圣灵和心腹不是吗 所以启示录二十二章十集节中 圣灵和心腹说 来 我相信当所有在黑暗中的西安子女都被找到时 上帝就会为我们打开回永恒故乡天国的荣耀之路 我们要怀着这样的盼望 努力在真理中站立得稳才行 我们要领悟寻找天上父亲和天上母亲 才是人生的最终目的 在我们的一生中 有各种各样的工作要追求 有各种各样的知识要学习 有无数的人生经验要经历 但当我们找到父亲母亲时 他们就会将生命水无限地浇灌在我们身上 结我们的口渴 虽然我们可能会因艰难的生活 或因不愉快的经历而感到疲惫不堪 但在这蒙福的安息日 让我们沐浴在上帝的神圣恩典中 享受安息吧 迄今为止 许多教会都在宣扬 只有父亲上帝存在的信仰 但在被圣灵感动的 众先知所记录的圣经中 明确地见证了父亲上帝和母亲上帝 不是吗 上帝的旨意完全记录在圣经中 让人类不认识母亲上帝 并不是父亲上帝的旨意 首先查看一下 以赛亚书六十章一节中记录的 有关地上属灵状况的教导 看一下六十章一节 兴起 发光 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 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 看啊 黑暗遮盖大地 这里的大地指的是全世界 全世界被黑暗所笼罩 并且幽暗遮盖万民 黑暗遮盖大地 无法分辨前后左右 并且幽暗遮盖万民 他遮蔽了万民的眼睛 耳朵和心灵 那么要脱离这黑暗 唯一的出路就是 圣灵时代的圣灵上帝 为什么呢 关于上帝 圣经是怎么说的呢 上帝是光 看一下约翰一书一章五节 一章五节中说 上帝就是光 在他毫无黑暗 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 诱报给你们的信息 关于上帝 圣经是怎么说的呢 只有上帝来临 一切才会显明 即便是再有能力的学者 即便将圣经读了几十遍 几百遍 也绝对无法摆脱 或驱散黑暗 只有上帝才能做到这一点 所以启示录五章中记录说 只有大卫的根 即再临基督来临 圣经中隐藏的真理 才会显明 圣经小于我们说 只有到那时 所有的封印 才能完全揭开 上帝不在的地方 就只有黑暗 只有上帝在 世界才能成为光明的世界 若没有上帝 光就不可能存在 所以上帝必须要来临才行 但现今 世上教会只承认父亲上帝 启示录十三章中记录说 撒旦将能力和巨大的权柄 赐给了手 我们仔细查看一下 撒旦的本质吧 圣经中记录了 上帝从起初就显明的 撒旦的本性 创世纪三章十五节 记录了此内容 亚当和夏娃 吃了善恶果后 上帝则问他们 吃了善恶果的罪 他对撒旦说 你为什么迷惑他们呢 并惩罚了他 当时上帝对撒旦 说了什么呢 上帝说 我要叫你和女人 彼此为仇 所以 从撒旦的角度来看 他绝对不会喜欢 女人的登场 所以他总是主张 没有母亲上帝 否认母亲上帝的存在 我们通过 创世纪三章 来查看一下 此场面 因为上帝是光 所以当父亲上帝的光 和母亲上帝的光 同时显现时 撒旦就无法再发挥其力量 看一下创世纪三章 十三节 耶和华上帝对女人说 你做的是什么事呢 女人说 那蛇引诱我 我就吃了 十四节 耶和华上帝对蛇说 你既做了这事 就必受咒诅 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 你必用肚子行走 终身吃土 上帝又要叫蛇怎样呢 我又要叫你和女人 彼此为仇 这个预言是盖上章的 是撒旦的命运 无论他怎么努力 都无法逃脱 上帝说 我要叫你和女人 彼此为仇 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 也彼此为仇 也就是说 只有女人的后裔 只有妇人其余的儿女 才能抵挡魔鬼撒旦 我又要叫你和女人 彼此为仇 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 也彼此为仇 她的后裔会怎样呢 女人的后裔 要伤你的头 打碎蛇的头 代表蛇的死亡 上帝说 女人的后裔 要伤你的头 你要伤她的脚跟 在这场属灵的大征战中 女人的后裔 也会遭受一些损失和困难 为了理解和领悟此问题 我们不仅要认识父亲上帝 还要认识母亲上帝 这里的女人指的是谁呢 通过圣经查看一下吧 创世纪三章二十节 亚当给她妻子起名叫夏娃 因为她是众生之母 夏娃成了众生之母 从注解来看 夏娃这个名字 有什么意义呢 她的意思是生命 所以夏娃是生命的根源 想一想生命 只有上帝才能成为生命 必死的人不能成为生命 因为女人是生命的根源 所以撒旦在数世纪里 一直在与女人进行属灵的征战 撒旦非常清楚 女人的登场意味着她的失败 因为上帝早已预言了这一切 并将这种命运赐予了她 所以撒旦为了不让人们 知道女人出现的真理 而千方百计地想尽一切办法 撒旦传播的一个误导性的观念 就是没有母亲上帝 他使人类陷入迷惑之中 但撒加利亚书十四章中记录说 到那日 活水会从哪里流出来呢 是从耶路撒冷流出来的 那么耶路撒冷是谁呢 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 她是谁呢 我们的母亲 撒旦最讨厌母亲上帝的登场 所以 为了不让人们认识上帝 她在灵上对全地做了什么呢 正如以赛亚书六十章中所记录的那样 她将世界变成了黑暗的世界 因为黑暗遮盖大地 幽暗遮盖万民 所以 作为光的父亲上帝 和作为光的母亲上帝 必须要来临才行 最重要的是 撒旦比任何人都清楚 当母亲上帝显现时 她的头必然会被压碎 也就是说 她的灭亡在即 因为撒旦非常清楚这一点 所以 她绝对不希望 母亲上帝的真理 传向全世界 但我们作为天上儿女 也要怎样呢 就像以赛亚书六十二章中 所记录的一样 在耶路撒冷受到全世界的赞美之前 我们绝不能闭口不言 而是要勇敢地传讲这真理 看一下以赛亚书六十二章六节 六十二章六节 耶路撒冷啊 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 他们昼夜必不敬我 呼吁耶和华的 你们不要歇歇 也不要使他歇息 只等他建立 上帝建立谁呢 耶路撒冷 加拿太书中的 耶路撒冷是谁呢 因此 向儿女们 显明母亲上帝存在的那位 是父亲上帝 是谁向人类 揭开了夏娃的存在 并宣布了她的名字呢 是夏娃的丈夫 亚当 同样 以赛亚书六十二章中 也记录说不要让她歇息 直到她建立耶路撒冷 使她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 天上子女们 要努力地履行 这一使命才行 由于我们的热心和努力 撒旦在肉眼看不见的世界中 逐渐失去了 属灵的力量 全世界越来越多的人 对父亲上帝 和母亲上帝的荣耀 有了正确的认识 转向真理之光 不是吗 在黑暗中 无法分辨前方和后方 因此 即便叫他们 走向圣灵和心腹 他们也做不到 看一下启示录二十二章 二十二章十七节 十七节中说 圣灵和心腹都说 按照圣三位一体 圣灵是父亲上帝 不是吗 那么 父亲上帝的心腹是谁呢 在这里 母亲上帝和父亲上帝 正在对人类说话 父亲上帝和母亲上帝 说来 听见的人也该说来 口渴的人也当来 愿意的 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 我们若盼望永远的天国 救恩 真理 赦罪 就要归向谁呢 我们要归向父亲上帝 和母亲上帝 及圣灵和心腹 这是人类最需要 优先做的事 安息日 逾越节 三次七个节期 圣经中 还有各种各样的预言 有很多 值得研究的内容 但研究这些内容的 最终目的是什么呢 假设有一个人 不认识父亲上帝 和母亲上帝 但却非常了解 安息日和逾越节 若最终没能找到父亲母亲 那么所有的知识 都会变得毫无意义 我们要找到父亲上帝 和母亲上帝 只有这样 上帝才会赐予永生 当我们拥有永生时 我们就会完全脱离 罪和撒旦的力量 对于所有的天国子女来说 都是如此 不是吗 所以 人类唯一的希望 就是母亲 是父亲上帝 和母亲上帝 遗憾的是 人类至今 仍然不知道这个事实 因为他们的眼睛 是闭着的 是谁让眼睛闭上了呢 数千年来 撒旦用浓厚的黑暗 遮蔽了全地 对人类进行了洗脑 所以 尽管圣经里 都有明确的记录 但他们 还是说得像 没有母亲一样 不是吗 看一下创世纪 一章二十六节 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 上帝说 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 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 既然上帝提到了自己的形象 那么上帝在灵的世界中 必定有某种形象 不是吗 上帝说 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 按照我们的样式 即根据我们所拥有的形象 上帝要造什么呢 造人 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 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 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 空中的鸟 地上的牲畜和全地 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 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 乃是照着他的形象 造了什么呢 造男造女 那么 男人是照着谁的形象造的呢 还有 女人是照着谁的形象造的呢 圣经明确的记录说 他们都是照着上帝自己的形象造的 结果如何呢 创造了男人和女人 因此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男人和女人 都是上帝形象的复制品 男性形象 是照着上帝的男性形象创造的 女性形象 是照着上帝的女性形象创造的 上帝在创造人类时 说了什么呢 上帝说 我要造人吗 上帝说 我们要造人 那么 上帝称自己为 我们是什么意思呢 除了父亲上帝 除了父亲上帝以外 还有谁呢 这确认了母亲上帝 无可否认的存在 不是吗 所有基督教人 都称男性形象的上帝为 父亲上帝 不是吗 那么 赐予人类生命气息的 女性形象的上帝是谁呢 毫无疑问是母亲上帝 圣经是由受圣灵感动的人 以上帝的话语记录下来的 人们说创世纪 初埃及纪 立位纪 民数纪 生命纪 都是摩西所写的 但谁是真正的作者呢 就是上帝自己 简单地说 上帝传达了这些信息 摩西只是记录下来而已 所以 这是父亲上帝 和母亲上帝的旨意 创世纪三章十五节 也记录说 我又要叫你和女人 彼此为仇 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 也彼此为仇 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 你要伤她的脚跟 是谁吩咐摩西 记录这些话的呢 就是上帝 创世纪一章中记录说 在人类被造之前 谁已经在天国了呢 我们能确认 父亲上帝和母亲上帝同在 我们是在灵的世界中 被创造的事实 我们要明白这一点才行 当女人登场时 撒旦会怎样呢 从那一刻起 他将面临头被压碎的致命问题 所以他不断地欺骗人类说 没有母亲上帝 因为他给人类洗脑说 没有母亲上帝 所以圣经将这种状态比作黑暗 因为他消除了光的存在 那么谁必须要显现呢 约翰一书一章中记录说 上帝就是光 因此上帝一定要显现 更具体地说吧 根据启示录 22章17节 作为圣灵的父亲上帝 和作为心腹的母亲上帝 必须要显现 只有当父亲上帝和母亲上帝显现时 当人类怀着完全的信心 走向父亲上帝和母亲上帝时 才能得到永远的和平 永生 赦罪的应许 和对天国的真正探望 不是吗 人类迫切需要母亲上帝 要想战胜撒旦 就必须有母亲上帝在做工 看一下启示录12章 12章9节 大龙就是那骨蛇 名叫魔鬼 又叫撒旦 是迷惑普天下的 他被摔在地上 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 伊甸园中的骨蛇变成了大龙 现在到处游荡 迷惑人们的灵魂 将人们引向迷惑之路 和黑暗的世界 当光显现出来时 它的存在就会完全暴露出来 所以它恨恶光 各位知道如何降低犯罪率吗 我们要消除黑暗的街道 人们说 在不同的地方安装路灯和CCTV 可以大大降低犯罪率 有光的地方犯罪率 但没有光的地方呢 可能会发生各种病人发指的罪行 看17节 龙向妇人发怒 据他其余的儿女征战 这儿女就是那首上帝诫命 为耶稣做见证的 那时龙就站在海边的沙上 这场战争结束后 龙会遇到怎样的命运呢 他会面临被打碎头的命运 但与其他教会相比 妇人其余的儿女 却有着鲜明的特征 他们有什么特点呢 他们的特点就是 热心忠心地遵守上帝的诫命 虽然今天在世上是 再普通不过的日子 但对我们来说 却是伟大而神圣的安息日 不是吗 是纪念创造主能力的日子 今天是纪念创造主的安息日 我们来到父亲上帝 母亲上帝面前 献上感谢赞美和荣耀 住在父亲母亲里面 是多么有福的事啊 在灵的世界里有两种人 跟随撒旦的人和跟随上帝的人 上帝最终宣告了他们的命运 撒旦的头部会受到致命的伤害 而妇人其余的儿女 只会受到脚后跟的伤害 因此撒旦现在因为女人出现而发怒 这是可以理解的 在她出现之前 撒旦可以控制世界 但现在再也无法欺骗世界了 为什么呢 现在我们都知道了 通过父亲上帝和母亲上帝的教导 我们还知道她是如何改变真理的 这让撒旦发怒 他将真理隐藏了数十计 但现在上帝将这一切都显明了 人也一样 犯了罪的人 即使确实有罪 当有人说你犯了这种罪 他们就会感到非常不快 撒旦现在正处于这种发怒的状态 为什么呢 因为女人出现了 在非洲 我们也在传道说 要相信母亲上帝 在亚洲 我们都在传道说 要相信母亲上帝 在欧洲也传道说 要相信母亲上帝 全世界都在向人们呼喊 要相信母亲上帝 以赛亚书62章中记录说 耶路撒冷啊 我在你城上 设立守望的 他们昼夜必不静我 呼吁耶和华的 你们不要歇歇 当我们这样呼喊时 撒旦就会感到不安 以人来比喻的话 就像头痛一样 一点点的疼痛都可以克服 但无论是这里 还是那里 因为全世界都在宣扬 所以变得难以忍受 因此撒旦会发怒 想与妇人其余的儿女 即遵守上帝的诫命 为耶稣做见证的人征战 撒旦的仇敌 是与上帝站在一起的义人 撒旦不断地与义人征战 因为不符合撒旦的义人 所以撒旦才会与他们征战 这些义人有一个显著的特征 他们都热心遵守上帝的诫命 他们忠实地遵守安息日和逾越节 他们戴头巾 因为这是上帝的诫命 圣经证实 遵守上帝诫命的人 就是妇人其余的儿女 及母亲上帝的子女 今天通过纪念创造主能力的安息日 我们要竭尽全力 将白白赐予人类生命水 引领人类走向永恒天国的 全人类所盼望的耶路撒冷天上 母亲的好消息传向全世界 我们要向全世界发出 关于父亲上帝和母亲上帝的真理之光 将所有的人们都引向 人类所向往的最终幸福的天国 我们要做好 忍受轻微疼痛的准备才行 虽然我们会经历脚后跟受伤的痛苦 但上帝应许说 要赐予我们做王 直到永永远远的天国喜乐 我们一定要坚信 这应许必定会成就 希望我们所有的天国家人们 都能以顺从的心 恩典地跟随天上父亲 和天上母亲的教导和引领 以此结束今天的话语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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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